欢迎收听修真世界第二百二十二回 如此一个本土豪强 就这么轻易的被一个来历不明的神秘的势力给消灭了 许多人脸色不自然了起来 而谁也没有注意到 一些修者彼此打着神色悄然的从人群中退了出来 这群修者不过一二十人并不引人注意 但是远处明水城肉眼可见有许多修者正在飞快的朝这边赶过来 城主此次只怕危险了 退出来的修者中一人面带忧色的说道 哼 这些家伙那明显是想趁火打劫嘛 扯得倒是冠冕堂皇的 另外一个人呢愤愤不平的说道 行了 咱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城主遇险不是啊 此人看起来呢在这群人中颇有地位 他沉声地说道 大伙儿能从小山界出来重见天日 这城主对我们的这份人情大家可是不能忘啊 可是我们只有这些人呢 咱们这些人肯定不够 不过嘛 明水城里边从小山界出来的人那可多了去了 此人面色凝重地说道 我说大伙儿有没有想过 今日城主尚且得到如此的遭遇 那日后咱们的日子怎么过呢 咱们这些小山界出来的人难道就要被他们欺负不成吗 没错 连城主他们都敢打主意 咱们肯定不在他们眼里 大哥 你就说吧 咱们怎么办 咱们去天水城搬救兵 此人断然说道 只要把城主遇难的消息传出去 小山界里出来的定然不会有袖手旁观的道理的 二十余人呢 彼此对视了一眼 齐齐地点了点头 转身火速地朝明水城飞去啊 俗月 被你杀了 三个人的脸色是越来越难看啊 左墨呢是神色镇定 他手上悄然地捏着一颗雷鹰核头 这些人虽然说看上去阵仗严整 但是没有金丹齐修折 这令左墨松了口气 倘若说呢 再来一位金丹 这左墨绝对带着大伙逃命了 见到对方有所忌惮 没有立即动手 左墨呢也乐得拖下去 对方啊肯定想不到 朱雀营的这些修者身上都刻着浮阵 能够自动地摄取空中的灵气 恢复的速度比普通的修者要快数倍 而树龙等人呢 恢复的速度那是更加的惊人呢 只要等他们恢复了 莫说区区两三千人 那便是再多来一倍 他也不怕 没错 怎么了 莫非你和他有什么关系吗 嗯 左墨扬了扬眉 人群中零星的响起了几分笑声 三个人的脸色有些不好看了 他们三个人呢 都曾经垂涎过苏月的美色 今天前来呢 除了巨大的利益诱惑之外 未尝没有把苏月收入郊屋的意思 苏掌门与本门情一时后 这个公道在下一定要替苏掌门躺回来 其中一个人高声说道 其他两个人呢 没说话 但是队伍 齐齐的向上压了一样 这气氛的陡然的紧张了起来 作为百花盟的筑地 百花谷啊 离明水城并不远 一行二十余人很快的便赶回到了明水城 他们疏得分开 沿着各条街道低空掠过 运起了灵力接力高呼 金屋城主备为 小山界的兄弟们 是男人的吵家伙呀 喊声如尾呀 弓滚散播开来 天空行人侧目 这行人的首领的目光忽然扫过下面一处 眼前顿时一亮 这间下方一处直径石杖的巨大的阴归 自忙得流转不休 阴归院 他立即降落了身形 飘落到了院内 啊 阁下 一名修者赢了上来 没等对方说完 他取出了一堆精实 沉深的说道 给我播报一条消息 对方阵行前压 左末呢 倒并没有感受到什么压力 这三支队伍虽然说撑得上严重 但是离精锐 那还是有相当的距离的 习惯了朱雀营和卫营的强大压迫感 这种程度的压力实在是不会让左末有什么感觉的 但是他注意到周围的修者呢 似乎有蠢蠢欲动的趋势 心中的警惕了起来 别看这些围观的修者各个实力不行又无组织 可是在左末的眼中啊 这些人的危险性比对面三股势力更大 只要稍稍的煽动 他们便会失去理智 蜂拥而上 场面呢 立即就会失控 小山界像这样的事情上演过无数处了 而从小山界好不容易挣扎着出来的左末 又怎么会忽视这一点呢 就你们 左末忽然寒声说道 眼睛微微的眯起 如同刀锋一般的冷冽的骇人 三个人不知道为什么 心中是奇奇的一跳 他们忽然想起来了 眼前的这位少年呢 刚刚可是干掉了一位金丹呢 三个人的瞳孔陡然收缩如针 脸色大变 死死的呢 盯着左末手中滴溜溜转动的两颗布满了金纹的银色的核桃 雷鹰核桃 围观的人群中 陡然想起了惊呼之声 而一些石货者呢 什么地步 才会把雷鹰核桃用来炼制一次性法宝啊 场内许多人的目光 输得炽热无比 但是没有人感动风豪啊 雷鹰核桃炼制的一次性法宝 可是连金丹都忌惮的厉害东西 不过让他们心中稍安的是 雷鹰核桃炼制的一次性法宝 固然说威力惊人 但是他毕竟只能用一次 只见两颗雷鹰核桃呢 从左末的手掌中 缓缓的漂浮在面前 不时能够看到核桃表面 细碎的雷芒游走 哗啦一声啊 左末面前的修者 齐齐地往两边一分 他们可不想手当其冲 忽然啊 他们的瞳孔梳得再次一缩 只见左末手掌中 又出现了两颗雷鹰核桃 两颗雷鹰核桃缓缓缓地 从在手掌中飘起飘到了他的胸前 四颗雷鹰核桃整齐地排列 所有人的目光呢 死死地盯着他们 不敢挪动分毫 许多人情不自禁地吞着口水 如果说刚才两颗雷鹰核桃 让众人呢 感到有些凛然的话 四颗雷鹰核桃在一起 这下原本还有几分 蠢蠢欲动的心 顿时就如同浇了一盆冷水啊 彻底的熄灭了 四颗雷鹰核桃 其爆的话 脑海中浮起这个念头的修者们 是齐齐地打了个寒颤的 然而呢 让左末的手掌中 又出现了两颗雷鹰核桃的时候 整个百花骨是鸦雀无声啊 六颗雷鹰核桃滴溜溜地转动着 就像是六个顽皮的孩童 快疯掉了 一出手啊 就是六颗雷鹰核桃啊 这份阔绰便足以砸死 明水城的绝大多数金主 当左末面前的雷鹰核桃 达到八颗的时候 三个人的脸色面如土灰啊 他们手下的队伍士气 降到了最低点 能够一出手 便拿出了八颗雷鹰核桃 这还算不上豪门风范的话 那天水界所谓的前十门派 穷酸的就应该像乞丐了呀 当左末面前的雷鹰核桃 达到可怕的十颗的时候 所有的人都麻木了 十颗雷鹰核桃其爆 他们这些人连同百花谷只会有一个下场的就是灰飞烟灭呀 当雷鹰核桃的树木达到二十颗的时候 人们反而不紧张了 他们神态恢复了轻松 神经病 没事跑到天水界这小地方 需要个什么劲啊 这些公子哥啊 真是无聊 就知道啊 玩半猪吃老虎的游戏 就是 当我们傻呀 那三个人傻了吧 得罪了人家豪门公子 等着被活活弄死吧 难道不成 啊 这个家伙看上了苏月意图是霸王应上宫 苏月呢 敌此不从 他一怒之下杀了苏月 灭了百花萌 嘿 苏月会不从 另外一个人翻了翻白眼 嘿 还指不定谁是霸王应上宫呢 原本气氛紧张的天空啊 忽然充满了调侃的味道 三伙人傻眼当场啊 费山在悠闲的工作 听着音归 哼着小调 周围人看向他的目光都有些怪异 毕竟如此繁重的工作 竟然会有人露出惬意享受的表情 这实在是让其他人感到不解呀 只有小山界出来的修者呢 才能够感受到这份惬意 忽然的停下了手上的活儿 露出了倾听的神情 诸位小山界道友 诸位小山界道友 金吾城主于名水城百花谷被困 有意者溯源 他听着很仔细 阴归里呢 反复的播报了好几遍 他起了身 在众人诚意的目光中 朝门外走去 哎 你去哪儿啊 管事的脸色有些难看 厉声呵斥 回去回去 事情还没做完呢 费山的露齿一笑 目光却多了几分杀鸡 管事的笑意识的哆嗦了一下 不敢直视费山的目光 后面的话呢 咽回到了肚子里边 费山也没理会 就从这大门口走了出去 走上大街 立即听到天空有许多人在高呼 小山夜的兄弟们 城主百花谷被围 大家伙超家伙呀 整个名水城都被惊动了 不断有人飞上了天空 费山抬起了头 名水城上空密密麻麻的 全是人 看着眼前的场景呢 他忽然想到 大伙跟着城主浩浩荡荡 历经数月冲出小山界的场景 体内呢 像是有什么东西啊 一下子就被点燃了 他毫不犹豫的催动了灵力 飞上了天空 混入了人流 居然感动城主 他心中的杀意越发的浓重 他周围的修者呢 每个人脸上都是满脸的愤慨 共同经历了小山界这般残酷的浩劫 而存活下来的这批修者呢 他们对带领他们冲出小山界的左墨 那是充满了感激和尊敬的 金屋城主带着大家冲出小山界 那个可怕的牢笼 如今那城主有难呢 那我们绝对不可能是袖手旁观 一群人围着一见阴归 一位张头鼠目的手下急忙问老大 老大 咱们气不气啊 老大一瞪眼 废话 当然要去 连城主都敢搞咱们以后这些人还有活路 搞死他们 手下们顿时亢奋了起来 纷纷嚷道 对 搞死他们 嘿 搞死他们 哼 他们想杀其汉猴 也不撒泡尿看看 自己是个他妈什么德性 老大脸上杀气腾腾啊 从小山界出来的修者对危险要比普通的修者敏感许多 在他看来针对金屋城主的世界是个信号 意味着以后他们在天水界的日子呢 并不会太好过的 小山界出来的修者的数目大约有五六万人 但是这五六万人呢全都是宁脉期的修者 在天水界宁脉期修者是中间力量 突然涌入如此众多有着丰富战斗经验的宁脉修者 对当地各大势力都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小山界修者和天水界本地修者之间的矛盾 那势必是没有办法避免的 天水界的修者明白这一点 小山界这些经历过更残酷战斗的修者 又如何会不明白呢 咱们还敢得及吗 此时有手下担忧地说道 普通修者的想法啊就要简单得多 金屋城主带着他们冲出了小山界 不知不觉中成为了他们的精神领袖 绝大多数人都是抱着感激的态度 如今怎么着听到金屋城主被围 这令他们呢感到是非常非常的愤怒啊 现在就动身 老大断然冷哼道 他们以为城主是弱机 崩他们门嘴牙 这场战斗是一场大战 老大刺了刺牙露出了凶狠的表情 他蹬着站起来 蹬大了眼睛是杀气腾腾啊 谁他妈的要是今天掉链子 看我回头怎么他妈的收拾他 什么都不用 现在就动身 这些老大们对明霄老祖为之如虎 但是对于天水界其他的势力 可是没有什么忌惮之心的 更何况有金屋城主在呢 金屋城主的强大早就深深的 植入到了这些桀骜不顺家伙的内心深处 许多人呢 甚至动了心思 若是能够说动金屋城主 干脆啊 带着大家把天水界扫平 岂不是更诱人吗 经过了不断的鼓动 明水城上空 无数小山界修者升空啊 明水城的小山界修者的数目并不算太多 但是呢 也有数千人呢 小山界的修者极好辨认 他们身上的杀意要比普通修者呢浓郁的多 如今这批修者各个是目露凶光啊 这帮人疯了嘛 啊 居然敢朝城主动手 还他们做事 全他妈都搞死 老虎不乏为 当我们是病猫啊 众人的群情激昂 气势汹汹的 朝百花谷的方向飞去 明水城的修者们 哪儿见过如此的阵仗啊 个个傻愣当场 而机灵一点的修者呢 则飞快的跑回去报信 一些年长的修者流露出了担忧的神色 若是小山界修者和天水界修者真的发生了冲突的话 天水界将立即陷入到动荡之中的 而许多人并不知道 那条阴归播放的消息传遍了天水界 此时呢 正有无数的修者呀 驾着剑光 杀气腾腾的 朝明水城方向赶来 如果从天空高处望下去 无数道各色剑光 如同那被此时吸引以惊人的速度 朝明水城汇集 君无成主 作为小山界修者心中最具威望者 此时在不知不觉中影响着天水界的局势走向 这个时候 他的一句话 就可以让天水界乱成一锅粥 他的一句话 就可以让天水界这个时候血流成河呀 欲知后世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观众收听 修真世界第223 准备 二